金蕭一趕到現場就看見 戴著安全帽的何老先生 半個身子在外頭 剩下大半部分都卡在淤泥當中 救難人員出動挖土機具 小心翼翼 要讓老先生可以安全脫困 這是發生在新北市石門區 65歲的何老先生 被突如其來的暴雨和土石流包圍 還好當時頭上還戴著安全帽 多一層保護意識清楚 最後也順利脫困 另外在巴里區還有一名女騎士 同樣也是沒得閃 連人帶車掉到寒洞中 被水流沖走 警校四處搜尋 才在電線桿附近找到人 大雨讓道路變成小河 淡水還有騎士困在積水之中 差點就被沖走 目擊民眾死命抓著人不敢放手 因為水流實在太急 六月二號受到西南氣流 和滯流封面影響 這場超好大雨 光是到傍晚截止 就造成新北市一人沒有生命跡象 三人受傷 還有兩人失蹤都還在搶救中 傍晚北部雨是已經漸漸趨緩 但未來不只是土石流 帶來的道路攤風 民眾的家園都還得慢慢復原 記者陳佳豪 劉瑾 新北市報導